王思聪不仅是万达的工资者 而且还是娱乐圈的纪简伟 向来都是有话敢说 敢于批判一些事情 微博更是指名道姓的对过很多人 其中王思聪曾经说过 赵丽颖是我这一生都不会对的人 并且如果有机会 我想用一辈子去守护他 当时赵丽颖曾回应和王思聪 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不会成为生活上的伙伴 这所谓人红是非多 赵丽颖作为大陆当红女明星 阴眼出花前谷 楚桥传知名度大增 先前她透露自己身体状况不佳 决定让自己放长假 好好修养身体 没想到近日大陆往上疯传 赵丽颖是因为怀孕三个月才要停工 而就在前段时间又有媒体曝光 雷一组一次她和冯绍峰两个人牵手 在北京某个商场进行逛街的照片 但是这个消息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进行回应 赵丽颖稍早在自己的微博上也做出了回应 不知道说啥了 我们给大家披个叉吧 间接打破这个谣言 粉丝也纷纷力挺 谣言止于智者 本人都能批刹做运动 谣言能自己销毁了吗 她拍戏这么多年休息一下不可以吗 真的太如中生有了 她原本就是一个工作狂 性格又好 容貌精致 真的是很稀粉的存在 但同样的黑粉也是很多很多的 作为当红的年轻女演员 肯定压力是非常大的 关于她是否真的怀孕了 是否真的和冯绍峰有真实的恋情 相信如果是真的 到了合适的 是和他们会和大家分享的